大家好,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今天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寒風所影響 在大凡來的衛星雲圖可以記住 沿岸地區整體來說都是天色普遍晴朗 而在下午的時候 我們在維港看出去都見到萬里無雲 好好陽光 由於有充足的日照底下 所以今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氣溫都上升到24-25度左右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就是漸轉多雲 明天早上天氣是清涼的 最低氣溫大概在17度左右 而去到明天的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和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0度左右 而風方面就會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東北風 明天初時離岸是間中吹強風的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乾燥的東北季寒風會繼續影響廣東 所以我們的天色都會明朗 而且早上會是清涼的 大家要留意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五早上會是清涼的 隨後兩三天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要留意到下星期的中期的時候 受到東北季寒風的補充所影響 所以到時風勢會頗大 今晚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再見 謝謝大家